他们打个比方 这个圆 有这个东西吗 你见过圆吗 我当然见过了 小孩脑袋都挺圆的 他真的很圆吗 那当然不圆了 也就是我们见过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圆 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人类的知识是来自于你的经验的话 那请问你从来没见过圆的话 你怎么会有圆的概念呢 这就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人见过真正的圆 可是我们居然都能把这个东西叫成圆的 那柏拉图他就特别好解释了 说那是因为我们有圆的理念 然后我们才能把它定义成圆 我们才能说脑袋是圆的 才能说脑袋不够圆 才能说这个杯子口是圆的 或者不够圆 那是理念中的圆 那个圆它是根据概念定义出来的 这个事项非常深刻 通过概念 我们是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推出来的 就是用简单的element、principle 来组建整个大全世界的丰富的多样 构成一套稳定的、严格的、固定的一些关系 这就是科学 所以万古不移的那些定理、那些公理 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废话 欧市集合的那几个公理和公社都是废话 公理就不用说它了 公理全是废话 第一公理等量等于等量 第二公理等量加等量等于等量 第三公理等量减等量等于等量 我估计很多人已经很不耐烦了 你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第四公理全等者全等 第五公理整体大一部分都是废话 可是它推着推着推到最后 就好多东西就不是废话了 你比方说比达格拉斯定理 你觉得是废话吗 那不是废话 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个事好像不是说你一眼睛看出来的 你如果不经过理性的自我的修炼的话 你大概永远在黑暗之中 完了这一下西方思想的动机就出来了 它为了使人成为一个人 所以不断地讲自由 理性 真理 启蒙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周克珍这一代人 其实周克珍这一代人是非常淳朴的 接受西方科学教育的一代人 他也是最早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是求真 他说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本质 科学的精神是什么 他说那就是 叫做不极厉害 但问是非 把个字 这个事项在中国文化里是破天荒的 说得好 是吧 不极厉害 但问是非 我们以前是不理解 哪有这种傻人 所以到了新世纪 这时候你就发现 你开始觉得中国科学不行 是因为我们穷 没钱 后来发现我们钱也挺多的 投资越来越多 怎么还投不上去 那一定有问题 这恐怕是跟我们对科学的误解有关系 这个误解从来都没有认真纠正过 然后学科学的人就一个猛子扎下去 开始直接解题 你甭说那么多 你把问题课解决了 解决了就行了 那这个当然就不是科学精神 你解问题算什么 问题解决不了 不要紧 道理要讲清楚 这是科学精神 所以功利主义这件事情没有机会认真地清算 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投入 科研投入之后 它就成了一个瓶颈 因为大家慢慢认识到了 你现代我现代国家的这个综合国力靠科技来衡量 而现代科技的实力靠它的基础学科来衡量 而基础学会的发展 它不是靠前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自由的个人 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创造 对宇宙奥秘的好奇 对真理的不可遏制的 这种情感 您说我们中国传统缺乏那种希腊式的科学精神 没有那个东西 怎么进入希腊的 很难 不过它已经不光是说中国文化问题 因为现代科学本身 它本质上品性上就是一个求力的科学 像刚才我们讲的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 目标是把理白是清楚 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应用性的东西 但是后来科学本身变了 这当是一个大问题了 大话题 不一定要能聊得过来 整个现代文明它是两栖的结合 希腊希伯来 牛顿这帮人的从事科学的动机 当然都是宗教动机 它不是功力性的 因为牛顿时代的科学还没有用 只不过它已经隐含了用途 它是被基督教以某种方式灌输到现代科学的基因里去了 最终造成的 就是海里格尔认为的悲剧 就是人类已经完了 对 刚才那个问题你讲了 就是之前是一个纯粹好奇心的更无用的 到了牛顿之后突然科学变成一个利的象征了 这个转变到底是内在逻辑是怎么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试着讲一讲 刚才我们看六分一 天文学 测量 它都有关系 所以近代科学它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征服世界 征服地球 扩展市场 只不过它一开始没有特别兑现 现代科学开始兑现是19世纪 但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要追索到中世纪晚期 中世纪我们知道它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文艺复兴 学术复兴 在十二十三世纪 基督教世界虚心的把希腊文明引进来了 标志就是两个 一个是大学出来的 希腊大学有四大学院 神学院 法学院 医学院不说 还有一个意义学院 那意义学院是干嘛的呢 它是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本科的概念 一个人要受高等教育 他必须先从本科读起 本科读什么呢 本科就读希腊 也就甭管你将来是干什么 先从读希腊开始 所以大学是基督教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托马斯·阿奎纳出现 就是用希腊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 就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 把希腊科学文明把它给接盘了 接过来 但是它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既真从希腊文明 但是又保持一个批判态势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能光讲道理呢 要讲道理那是不是说凡是众物一定要落地吗 那上帝都不能让一个众物往上飘吗 那圣经里讲的那些奇迹一个都不合理了 所以人通过自己的纯粹理性还达不到绝对真理 他也同意要真理 但是真理最高的真理不是你那个理性 它是相对真理 绝对真理是那个东西 从某种印象说 基督教是把希腊人所构造的一个完美的理性结构 那个cosmos给它砸碎了 重建 这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今天不再认为树叶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我们认为就是一堆园子 或者清朝 或者我们做的沙发 在现代可以看来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在希腊人绝对是不能容许的 你竟然把马和羊都混在一起 你这怎么行呢 没听说两匹马能加两只羊这样的事情 在希腊是不容许的 在现代为什么容许呢 这就是关键的上帝的起作用 你们的所有的差别 在上帝那里是微不周到的 这个差别是不重要的 物就不再是物了 物就丢失了自己某种意义 砸成一个全通例子 然后再来通过定律来统一来控制 就是说现代科学那种所谓的通过方程的方式 通过定律的方式 对世界进行一个 就是无远复界的 密不透风的一个网 网障结构 它是通过上帝这个环节 先把你全砸碎再说 这就为现代科学革命准备到条件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讲一个教了一个背景 第二个要交代的是说 现代科学那种一定要变现 一定要变现这个思想来自于上帝的绝对意志 这个意志的存在 它是被基督教学者做了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东西造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上帝太牛了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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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到最后是什么后果呢 不可知的 所有的人都没办法真正的揣摩上帝的意志 其他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上帝能不能把一个信上帝的人也打到地域里去 当然可以 我真信的 你真信 那是你以为你真信 在上帝眼中 可能你就不是一个前信者 那如实看来 德旧有什么希望呢 德旧没有希望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解体了 怎么办 让上帝退休吧 把他素质高阁 让他成为太上皇 然后让人亲自来接纳他那个位置 让人自己做主 所以这就是文艺复兴 为什么讲人道主义 人文主义 就人文主义认为 人类此后的一切知识 都要根据人这个角度来重新架构 那么他有两个代理人 一个就是笛卡尔 一个就是培根 培根就讲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应该对人类有用的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 就出来了 这就所谓力量性科学这个模式 培根直接就讲出来了 对吧 笛卡尔他是另外一种方式讲 他讲我师故我在 所以近代科学它这个有用性 它是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 可用性已经灌输在里面去了 所以到了一旦实际成熟了 外部条件成熟了 19世纪就开始有用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 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这里面 它对事物自身这个认识 按照我的理解 它其实是来自于自由民对自我这部分的认同 盖利斯德本人讲了好多次 他说什么叫自由的学问 就是只是为知识自身而言来创造知识 这叫自由的学问 城邦制度垮了以后 那种学问就做不下去了 它没有办法 西方靠宗教延续希腊那种超功力动静 当然只不过那帮人形成了一股 很奇特的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 是什么 可以使劲的思考和争吵 但是不要当真 你可以去思考地球动 在西方人看来地球怎么能动 为什么不能 地球已经到宇宙中心了 你还动什么 往哪动 按照冲走旅游率 你没有理由动 可是中世纪那帮人说 咱们上帝这么牛 难道地球动一动就不行了吗 试一试 所以中世纪就有一帮人来研究 地球动一动怎么样 所以中世纪有人构造地球动的方式 什么是自转和平行都有人考虑过 它是没有功利的事儿 你才能假定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意义上 你来argue 来balance这个事儿 前几天我们读一个希腊科学史家讲的一个中西古代比较 有些东西比较他能看出来我们看不出来 他说中国人讲话古代 你注意到没有 他说中国人讲话都是讲给皇帝听的 主要是忽悠 你必须想办法让他理解听懂 他不是用平等对话 他是一种目标取向的功利取向的对话 你要说服皇帝 若父阴雨飞飞连月不开 怎么样 所以皇帝一听马上就不舒服了 我们古代那种叙事和那种 这也可以算是推理 推理在现在看来有理 为什么春和景明就能推出应该实行方针 而孕与飞飞这个方针就不应该实行了 这道理在哪里 所以中国人喜欢打类比 打个比方 打个比喻 举个例子 穿三甲打洞比较厉害 如果你血管堵塞了 那就服用一户穿三甲就可以了 或者你买不起穿三甲 买点蚯蚓也可以 打通一下 都是那个思路 所以你看 整个中国古代学问的构造里面 它跟西方不是一个路数 到了19世纪它有用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科学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又是它有用那方面